九龍灣郵輪碼頭 今個月初由保馬月綫將單車友撞至身亡 死者是一位大學生 過去三年與單車有關的交通意外 每年平均多達二千多宗 死亡個案大概有六至十宗左右 Lisa去年踩單車時被私家車撞到重傷 但大難不死 住了三個禮拜醫院 斷了七條骨 全身亂針大概有四十多針 Lisa去年六月早上踩路路由大埔去元朗 在石江軍營附近 被一輛在對面行車線掛P牌的私家車 越線撞到 做了半年物理治療 都是在政府醫院做 從不能走到最後都可以 刺下行山像地走 現在可以不依靠任何輔助工具走 但下樓梯會比較差 大級樓梯是下不了的 就要單邊下 很多人以為他出事後會害怕踩單車 其實踩單車是對腳的復腔是最好的運動 要不就游到腳一路摔下去 要不就做運動 好動的他 不想因為傷患影響自己的興趣 他沒有踩馬路選擇踩單車勁 但都是選擇平易人少的時段 他建議在馬路踩單車的人最好學過車 對路況和道路規則比較熟識 最好與朋友同行 有齊法例規定的裝備 法例沒有規定單車人士要戴頭盔 戴一個頭盔可以隨時保命 而Lisa就很感恩出事當時戴了 真是在馬路踩車 陳家良可以教大家幾個提示 她是香港單車同盟成員 由於基督教團體做單車課程的導師 在行車線窄或轉彎時 我們要佔用行車線在萬線中間去走 這樣汽車就不會攝進來共用行車線 另外在路口轉彎時要打手號 令司機明白你行車的路向 路面有時都暗場陷阱 坑渠蓋好容易攝車胎記得避開 否則會好易線襯 見到路面停靠的車 單車又都要留神薄 有人通常會隨時下車 一下車開車門 她未必會留意到後面有單車 因為單車很靜 她未必會看一看才開門 第二就是你看一下車輪 或者有沒有打燈 記住這些提示就可以安心有放心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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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